在粤港大湾区里面有九个内地的广东的城市跟香港的澳门 在十一个城市里面 香港跟深圳是最紧密的 因为我们是比邻 尤其是回归以来 我们已经有一个深港的高层的合作的机制 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合作的伙伴 在粤港大湾区发展规茫里面 深圳跟香港也是一个核心的城市 所以深圳要是有一些利好的措施 相信对深港的关系还是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 因为我们现在共同在发展一个港深的科技创新的园区 所以我觉得要是深圳能有一个先行的示范区 那么对往后甚至跟香港优势互补方面 对香港肯定是应该有些好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